哈喽大家好我是Danny 欢迎收看我的澳洲笔记 那么最近呢看到不少新闻啊 说这个澳洲马上又推出了5G网络 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就请来了Telstra的一位工程师朋友 来和我们聊聊这些5G这些事 那么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呢 我告诉你Danny的澳洲笔记呢 是一个关于澳洲生活的综合频道 但是不论你是不是生活在澳洲呢 里面的视频你应该都会很喜欢 因为做的比较轻松而且特别有信息感 所以说呢你可以先订阅上 Subscribe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呢再去慢慢看视频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那个中美贸易大战啊 是闹得沸沸扬扬 尤其这个华为风波啊 简直是瞬间成了焦点 所以我做完这期视频呢 很多朋友会问我 说Danny啊 你是不是在蹭流量呢 我说如果你要是这么怀疑我的话呢 我只能一正言辞的告诉你 是的 当然了 这个蹭流量是一方面了 不过呢主要原因是 作为做自媒体的人呢 对这个网络呢是非常非常的关注 如果你要是在澳洲生活过 你就会知道这里的网速有多么的慢 所以说如果5G网络真的能出来的话呢 对我来讲那真是一个特别兴奋的消息 很多新闻呢 它也是为了这个博别人的眼球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所以什么样的标题都起 但最近呢 我真的是看到这篇新闻之后 这篇文章之后特别吸引我 就是说这个下个月啊 Telstra即将推出5G网络 而且呢 好像还说是有一个月的免费使用 不对 一年的免费使用 所以说呢 我测了一下我们家这个比乌龟稍微快一点的NBN网速 一看呢 是下载速度是40.2 比这个全球第一的新加坡呢 170.99 确实慢了不少 连零头都不够 所以我怎么就这么不相信呢 因此呢 我这次就请到了我的一位啊 在Telstra工作的工程师朋友查理 来和我们聊一聊 这个5G的这些事 然后他应该很快就到了 我们稍微等一下啊 诶 查理 你好 诶 Danny你好 不好意思 我刚刚等你说做了一会儿按摩 要不然你坐这儿 边按摩边跟我们讲讲 你继续 我最重要的事情 真的 行 我不允客气了 Danny你好 各位Danny澳洲笔记的朋友们 大家好 夸两句 你背词了吗 没有 不过我去借此机会 说一句 这个Danny笔记这么长时间 走过了风风雨雨的挺不容易 而且给大家带来的资讯也很多 我希望大家继续订阅 按词说 就坐了几个月 多谢 虽然写就有点假 这个开玩笑了 观众朋友们 因为查理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认识了大概有好多年了 然后即便认识这么多年 那么我还是在这客套一句 非常感谢你来到我的频道 客气 咱们朋友一场 我事实上一直觉得 我这个颜值 可能会拖累你这个频道的质量 这个你多虑了 因为这期我来负责颜值 你来负责科技 行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开始之前 我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订阅了我的频道 你这个还用说吗 这个肯定是没有了 门在那边 咱们言归正传 咱们先把 澳洲的通讯水平 我想做一个澄清在这里 刚才呢 Danny你提到这个澳洲的网速比较慢 我觉得呢 这个里面还是主要的成分 还是在固定网速的这个方面 Speed Test 今年的四月份的这个全球网速排名里面 澳洲的固定网速呢 确实是在一百多国家里面 它只排了第六十名 它排在了甚至在马尔他呀 乌克兰呀 这些国家的后面 所以呢我们确实觉得在这方面比较失望 但是呢 我有一个非常大写的但是啊 咱们说一下 就是说是澳洲的移动网络速度 确实在一百多国家里面 它排名第六位 它手机 它的手机的这个网速 它当时测下来的平均网速 是五十八个Mbps 离第一名可能也就是差个几个Mbps 差的也不是很大 考虑到澳洲呢 地广人稀 对吧 我们还要照顾到这个覆盖面 同时还要照顾到这个速度 我觉得这个成绩呢 应该还是值得肯定的 是吧 就是这几天看新闻啊 就是说Telstra准备推出了这个5G网络 那么查理 你作为在Telstra工作的工程师啊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这个5G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和4G呢 有什么区别 嗯 好的 5G呢 顾名思义啊 第五代的全球移动网络技术 它具体跟4G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网上的这个报道呢 分分分分分的都很多 这个我个人总结下来 它实际上有两高两低的特性 咱们先说一下其中的一高一低 就是高速度和低延时 颜值 颜值 这颜值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你手机用户从发出指令 到你接收到反馈的这中间的这个过程的时间 哦 既然你先提到了颜值 那咱们就先说颜值 这个4G的颜值呢 通常在0.1秒这个范围里面 而5G呢把它缩减了差不多10倍 回到了这个差不多在10毫秒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呢就是说应该就是说很快的 你发一个指令几乎就是同时你的那个这个反馈就到了 然后咱们再反过来说它的高速度 5G的这个理论值就速度的最高理论值应该可以达到100个Gbps 这么快 它这个比4G的这个最高值 我们当初现在说是4G最高值是1个Gbps 它要高出100倍 你不要想看这1个Gbps 它已经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澳洲的移动网络的平均速度 是58个Meg 这个1个G实际上是1000个Meg 所以说4G它在最高值的时候 已经比我们现在能够体验到的速度已经快了很多了 然后5G在这个速度之上又快了100倍 咱们再把这个再给你举一个例子 咱们就是说作为一个用户的体验 你一个两个小时的这个4K视频 这个文件 这个4K视频的文件的大小应该是在180个Gbps 如果用刚才我们说的澳洲的平均的移动网络速度 58个Meg 比4 second的这个速度来下载的话 这个文件下载可能要6到7个小时 但是要用5G的这个速度呢 只需要14秒 14秒 对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它这个速度应该是非常非常快的 硬盘里起过很多片子了 5G的另外一高一低呢 指的是高容量和低能耗 这个容量啊 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我的个人感觉事实上5G在高容量方面 才是真正和4G拉开距离的这么一项技术 5G呢是因为它是使用的高频 高频短波的一个无线信号 它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波长短 也就表示它的天线的尺寸会小 天线尺寸小呢 就是说它的基站里面的原来的这个基站啊 可以放多少个天线元件 现在5G的这个天线元件 它可以放的更多 同时呢 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天线小的话 它不一定非得就是要放在基站里 它可以放在这个比如说电线杆子上面 或者是放在灯柱上 或者是放在这个建筑物的墙上 甚至是家庭和办公室里都可以 这样的一来就是说它会极大的扩大 这个同时和用户通讯的这个容量 我说我们家这一片啊 经常会在那修路 在电线杆上不知道干什么呢 然后呢 Telstra就你们公司啊 就发个短信 就会说影响到这个网络 比如说几点到几点 这个应该是他们可能在做 为这个5G的这个扩建或建设 再做准备 对啊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它这个容量这么一来呢 事实上我们认为啊 就是说5G的这个容量可以会增加到比4G要多百倍 甚至千倍的这个容量 当然那我们可能也问一下 就是说哎 这个我们人口没有增加那么多 为什么需要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容量 哎 这个问题呢 事实上就是说涉及到了这个另外一个领域 我们现在这个通讯领域里面有一个很火的一个词 叫IoT Internet of Things 中文就是万物互联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容量啊 并不是满足于这个人的这个使用 它同时实际上是希望这个在我们周边的这些一些智能设备同时也能上网 也就是说以后你们我们会慢慢的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设备啊 就是在我们身边的你比如说智能汽车这个智能冰箱 智能洗衣机 这个智能监控 这所等等的这些东西以前事实上可能不能上网的 现在慢慢的都要可以上网 那这些设备是不是上面要安一些什么东西升级一下 对的它是它上面会有一些IoT的那个module 会让它把这个数据从它的这个当然它工作的环境里面提取 然后上传到这个云中端 然后再做这个大数据的分析 这个大数据分析做完 当然就会帮助这个人工智能的建设 下面一个就是说低能耗 低能耗的我的理解实际上是5G的这个无限的方案比较要比这个4G可能要更Efficient的一些 也就是说更有效率 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它在不传输这数据的时候 它可以允许这些设备呢 就是说进入这个睡眠状态 所以呢它这样的话呢就会大大的这个降低这个能耗 简单的说就是说如果你放在手机上的话呢 就是说你的那个电池的巡航能力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有人在说啊 就是说5G的这个手机以后 当然现在可能还没有做到 就是说以后可能会 我们现在说4G手机的这个巡航能力可能是待机是三天 以后可能会增加到几个星期啊 或者是几个月 甚至几年 这么一个概念啊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5G的另外一高一低 那个查理啊 还有就是因为不论是Telstra Optor Sportphone 还是TPG 他们都是选用这个华为的设备 作为这个5G网络的建设 那么现在澳洲政府呢 对华为实施了禁令 那么你觉得这个Telstra推出5G 就现在这个阶段是真的吗 而且技术上能够得到支持吗 首先啊 我要先说一下这个 这个Telstra要推出5G呢 这个消息肯定是真的 而且马上就要推出了 6月份 现在呢我们这里面可能要说明一点的 就是华为是设备的是全球第一大设备供应商 但它不是全球唯一的设备供应商 在这个华为之外呢 它应该还有爱立新啊 诺基亚或者甚至三星 实际上他们都有这个能力去提供这个5G的这个设备 我们呢不否认就是说华为在里面占了很多这个5G的这专利 作为中国人啊 实际上在这里面实际上还是应该很骄傲 对 就是说对于4G来说 实际上中国在5G技术上的专利实际上是一个大的一个飞跃 整个这个5G的专利 然后7万多项的专利里面 中国的这个专利占到了34% 哦那是挺高的 对 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是让我们确实值得很非常骄傲 但是呢就是说并不是说没有华为5G就不能建设了 只不过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设备商呢 他可能会用到这个华为的专利 他在用到的时候呢 他会要给华为交这个专利费 但是他提供设备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再说这个5G的建设 5G的建设提供分基本分两步 一步呢是在无线上面 也就是说从这个标准来说是5G的new radio 一个新无线的这个技术 现在Telstra能做到的 实际上就是说是在4G的这个核心网的这个 就现有的这个4G核心网上面 去建立这个5G的radio tower 也就是radio的这个这个附加 以达到这个5G的这个现在3600兆贺的这平谱上的一个运作 这也就是说现在Telstra目前能够做到的 也就是6月份马上能推出的这个所谓5G的这个技术能够做到的 当然随着实践的推移Telstra会在这个慢慢的会去建设它5G真正的这个核心网 这个核心网呢到时候会替代现有的3G4G的核心网 当所有的5G的核心网再加上它现在5G的这个无线网合在一起才能慢慢体现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5G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指标性能 那个我看网上说啊就6月份推出来这个5G啊就Telstra推出来5G 就覆盖面积很小 好像是指局限在澳洲各大主要城市的City就市中心部位啊 就为什么这么小呢一开始 呃这个里面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5G去使用的是高频啊 无线高频的这个无线特性呢 就是它是穿透力比较低 呃穿透力比较低容易被这个空气中的这个比如说是湿气 它那个把这个信号吸收掉 这样一来呢就会严重的影响它的这个覆盖面 呃你刚才说这个现在只限于这个City 对 我们现在说这个5G作为3600兆赫 就是现在去年这个澳洲政府刚刚这个拍卖出来的这个5G 就是第一批的这个啊平补啊是3600兆赫 在3600兆赫这个范围里呢 它的这个啊覆盖面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穿透力 我们认为啊啊就是说只能达到100甚至200米 这个范围也就是每隔100到200米之间就会有一个转 中终极战来转发信号哦所以这个你可以想象啊就是说从CBD 往外扩展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没错 所以会花一点时间啊哼 那个就是说目前的手机啊你也知道我是果粉啊一代一代的苹果手机换回来 然后以目前的手机如果想加入5G网络是不是不太可能啊需要升级一下啊 那是自然嘛这个呃这个苹果每年都会找一些新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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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点来这个 来推出它新的手机然后会然后会让这个广大的消费者去买它的这个新的手机 这5G这么大一个卖点那不可能就是说直接就安装在你现在的这个苹果这个手机上 哈哈哈哈不过来认真一点呢就是说5G它因为它有一个它自己专属的一个频谱它自己专属的一个这个这个信号的处理方式 所以呢它是在这方面它是一定需要新的手机来支持这5G的对啊 呃呃今年6月份呢可能会推出这个三星和这个LG或者是HTC会推出5G的手机啊 呃你如果说是苹果呢因为是高通的这芯片啊通过那个高通的这个传出来的这个消息来说 苹果应该是会要等到明年才会有这个5G兼容的手机 啊非常感谢说了很多啊那个 查理你好像我记得是从你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60多岁你一直在他 不是你别笑你刚才说话这样子跟60多岁没区别 哈哈哈就是你这么长时间在Telstra工作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你知道你的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啊 Optus 那你觉得我要是买手机该选Telstra的网呢还是选Optus的网 呃这肯定应该是Telstra的网 借这个机会呢我倒是想替这个Telstra 尤其特别是Telstra的这个网络做一下宣传 呃我们刚才在说这个澳洲的平均移动网络的速度是53个Mbps啊 对 但是Telstra的网络啊我前一段时间实际上我同时都还不信啊我在这个跟我自己办公室的这个这个这个 building 里面 自己做的这个测试 呃4G的这个网络速度可以达到555个Mbps 555的对所以就是说Telstra网络它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呃所以基本上不用等到5G啊 哈哈这个你只要使用Telstra网络你的速度就是一个保证 哈哈哈 行了不多说了 哎这么长时间啊认识你这么长时间我这一直都没有问过你 你丹尼你现在用的是Telstra网络吗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啊 哈哈哈哈 奥布特斯 这是以前公司给的号 赶紧换赶紧换 成 啊 那么这一期呢咱们呢就先聊到这里了 这个非常感谢啊查理在这个频道里说了这么多 虽然是把我说的快睡着了吧 但是呢确实从里面呃得到了很多信息 所以说呢呃喜欢的话呢 请一定帮我点赞转发并且呢呃订阅subscribe我的YouTube频道 那么等5G真的覆盖到我们家的这一天呢 我一定会再做一期视频讲一讲就是这个5G的网络做一个体验的那种视频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呃最近我建立了一个粉丝群叫丹尼的开心打卡群 如果你希望有更多的和我交流呢 然后并且呢想坚持做一件事的话呢 你可以加入到我的开心打卡群那么入群的这个流程呢在下面的描述区写的很详细 你今天这期呢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